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唱的 可以唱的 哇 我爱你唱的 哇 哈囉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欣诺老师 今天很开心地跟各位来分享 我們要進行一年級下學期 Lesson 9 第九課 請從下放開到第114頁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標題是什麼呢 Greenfield 這個是綠地 這個green 寫上綠色的 然後這個field 就是一個範圍的意思 所以是綠地 我們來看一下課文內容的部分 他說 my grandfather 我的這個grandfather 寫上這個祖父 leaves 住 那為什麼加上s呢 記得 my grandfather 就是一個單數 一個他 所以當我的主詞是he should it 或者是單數的時候 記得我的動詞要加上這個s 所以這個s是這樣來的 所以請同學從主詞畫個箭頭 指向這個動詞的這個s in greenfield in 就是在一點點裡面 然後greenfield 我們就直接把它翻譯成綠地囉 那in 有介系詞的功能 要把它切開寫上介系詞的鍵 It is a small town 好 他是 It is 我們寫上他是 寫上一個 small 寫上小的time 寫上這個城鎮 Near the mountains Near就是附近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the mountains 在這個山的附近 所以把這個s寫下來告訴你 複數型 Near有介系詞功能 要把它切開寫上介系詞的鍵 好 下一句喔 20 years ago 哇 差現在要說20年前的事情了 20寫上20 years 就是這個年 那因為超過一年了 所以把這個s圈起來 Ago 就是之前的意思 那20年前是不是時間 是的 馬中括號上面寫上時間的時 然後再括號寫一個過去式 好 It was quiet 它是安靜的 所以為什麼用was不用is呢 因為20年前的事情 所以那個時候它是安靜的 所以這個意思 記得同學把它變成是這個過去式 was and there were 好 there is there are 這個地方把它畫裡線 這個是there are的一個過去式 我們用的是there were OK 好 寫上有沒有的 有 a few 好 寫上少許的 然後把它畫裡線 寫上少許的這個stores 好 這個商店 那不只一間商店啊 所以把這個s圈起來 好 那在這個地方 老師幫同學複習一下a few 它加上的是這個可數的名詞 所以這個stores 它是一個可數的名詞 好 那there就是那裡 好 那這地方把它中關號 寫上地方的d 好 下一句喔 the river was clean 好 那個河流啊 the river was was 是這個clean 乾淨的 那記得是那個時候 20年前的事情 所以這個意思要把它變成was the trees were tall and it green the trees 好 這個樹啊 were tall 所以trees 記得這個是複數 所以我的b動詞用的是r 那記得是20年前的事情 再把它變成是were toe 寫上高的 and green 還有綠衣 黯然的 就是綠色的 好 最後一句 there were farms everywhere there is there are 那這個地方 就是there are的一個過去式 我們來畫裡線 實際上有沒有的有 所以它會寫there were 然後farms 就是農田 把這個s圈起來 到處都是農田 所以everywhere寫上這個到處 好 今天這個部分 就大家自己結束了 請同學來剖析再剖析 相信英文應該繼續經過的 繼續講啦 拜拜